此去一别 山高水长 再见吴时 望珍重 大家少安无躁 听我慢慢道来 这一切还要从君小姐的来历说起 你们只知道君小姐是方家的外孙女 但可知她君家世代行医 百年传承 她的父亲君应文更是汝南名医啊 她便是藏在深归深得其家族真传 继承家业的汝南神医君九龄 君小姐是神医 这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是神医啊 是啊 就是啊 你这故事编的也太离谱了 这君小姐本遇继承家业 回汝南重开九龄堂 可是她听闻方家种种悲弃 外祖与舅父君死于贼人之手 表弟也命不久矣 于是下决心要协助方家度过危机 并设下了一条妙计 君小姐假借冲喜之名 掩人耳目 给方家少爷解毒治病 甚至为了引出幕后主谋 李长红 君小姐不惜以身涉险 邪并弱 待老残 拔射归入南部 迎埋伏 闯县险 谅翘 过沙场 这 才将那李长红 和官兵勾结的十几年 弥天大案一举皆破 这 便是 退婚冲袭 巧谋算 君家女设下 季玲珑 这 便是为何 神医君小姐 一夜未归 皇上方老太 手遇 返程 我说得不太好 这是他们说书人编的端子 挺好的 这一听啊 就是方家人的手笔 你都不知道 现在全程说书人 最爱讲的 首推就是这个神医君小姐 意救方家斗祸贼 救民困 其次才是那个方老太爷 当年拿到圣域 建立德胜昌的事 我讲的一般 明天我带你去茶楼 你听听他们讲的 二哥 这泽州的事 咱们也查得差不多了 咱去哪儿啊 回京城 你别忘了 咱是怎么从武德斯手下逃的 现在回京城 这种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负荆请罪 怎么打消楚让对我的疑心呢 况且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说来听听 为先皇和公主讨公道 是吧 快点吃吧 吃完还要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进京呢 大人 追了一夜 还是给他逃了 他去的是京城方向 京城方向 是 若他知道我们身份 怎会逃往京城 岂不是自投罗网 大人 我们的人已经进城了 要不要对方家动手 方家的儿媳 一夜未归 这客栈里 又多了一个送水的女子 这方家的臭婆娘 在给我故弄玄虚呀 在给我故弄玄虚呀 不管了 先回京城 禀明陛下再说 是 行军的 别人 弟弟 姓军的不在吗 这是他留给你的 令九 多谢你助我找出 陷害方家的幕后真凶 信守诺言 我将查出泽州隐秘的内情 悉数告知于你 我也向祖母求证 他言三年之官吟 确有储让 暗中交与方家 作为方家的发家之资 用以支持储让 如今 方家知晓旧文之人 谨慎祖母 方家已因他们的错误 受到了教训 剩余之人皆数无辜 你答应过我会放过方家 请你践行承诺 无论何事 都不要为难他 此去一别 山高水长 再见吴时 望珍重 故人既去 还望尽早忘却 以期余生 君就礼 这运完了我就过河拆桥啊 一封信就把我给打发了 他去哪儿了 他走了 他只说 有些私事要处理 究竟去了何处 我也不知 你是不是 有点喜欢他呀 最好 我曾经过 你不知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